在如今德云社还有许多贺字科的徒弟还没有登台 德云社萧字科的徒弟想要出头可以说要付出莫大的努力 秦萧贤可以说是萧字科的第一人 凭借一己之力人气直超众师兄 从小剧场一步一个脚印成功出圈 成为新一届的娱乐圈热门人物 而在近期萧字科的另一位徒弟也走进大家的视野 他就是樊潇堂 说起樊潇堂可能有很多观众不熟悉 樊潇堂可以说是德云社新生代力量 年龄不大人气却很高 樊潇堂在14岁的时候就正式进入德云社 是投销第一个开小专场的 还被网友戏称樊潇堂是投酒合资养大的 因为年纪小所以受到了师兄弟们的照顾 张九南就是其中之一 而从小在师兄们的调教下 樊潇堂的相声功底非常扎实 在小剧场演出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怯场 反而非常的淡定 虽然年龄不大 但是基本功十分扎实 对口相声单口相声 以及评书样样能行 尤其快板打得不错 几乎每次都能把观众逗乐 不会尬场 不怕互动 这对于相声演员来说 已经很值得称赞了 这个清秀的少年总是有着甜甜的微笑 十分讨人喜欢 在小剧场收获了一批妈妈粉 娃尸江湖可以说是樊潇堂的迎庭首秀 他扮演的掌公是蓝灵的粉丝 特别是见到蓝灵的时候 是不是特别像见到绝本人的粉丝 还有就是他在认真学习的样子 很多网友都评价是在很认真地找打 这些都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樊潇堂的演技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对于初次演戏的樊潇堂来说 这无疑是成功的第一步 就像秦潇贤说的那样 有朝一日他也会成为一代明灵 如今樊潇堂可以算得上 德云社为数不多的 00后代表之一 虽然年龄不大 但是其能力不可小觑 如今樊潇堂也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大家认识了他 而樊潇堂爱笑 台上也爱笑 他说过 自己火不起来就是因为爱笑场 但是 郭德纲说过红不红 一 水平得差不多到了 二 他必须要有观众缘 三 他的心态是否能够承受住 走红之后带给他的种种 如今樊潇堂可以说也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而郭老师说的那几样 樊潇堂都具备 火估计也只是时间问题 期待樊潇堂登上更大舞台的那一天 估计老父亲的张九南就要乐开花了吧